美国这个参谋协会的 参谋长联席会的主席Milly 他告诉大家 美国现在要做的是 尽其所能确保 俄中不会结成战略军事联盟 背靠背 但是你不能够结成 这个战略军事联盟 那另一头我们看到也很有意思 昨天我们特别讨论了 这个布林肯有没有 一直这个热脸添压冷屁股 我想去北京不让去 一个月内被拒绝了四次 再接再厉不放弃 也很佩服布林肯 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政治目的 北京还是没有理他 但不断地向国际哀号 我要去我要去让我去北京 有一个跟布林肯一样的 这个人叫做这个Austin 美国国防部长 那在美国今年2月 击落了中国气球之后 双方各式的军事高层 沟通就一切停摆 那么大陆就是拒绝 对不对有什么好谈的 不用谈你这种态度 然后彭博报导 这个美方正在主动接洽 五角大侠又一直打电话 希望好了 你不要来美国对不对 我也不想去北京 我们一起在新加坡 第三地见面 这会是个好方法可能吗 美国有美国的担心 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的盘算 所以这个介大使怎么看呢 Austin跟这个李尚福 能不能够在新加坡见上一面 你觉得北京会同意吗 见这一面有什么好处 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别忘了 李尚福目前还是 美国的制裁对象 这个见面会不会有点尴尬 对 现在中国大陆可能他目前 现阶段策略就是根本不跟美国人见面 高层的交往接触 通通把它切断 一概停止 然后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 所以即使李尚福去参加新加坡的 这个香格里拉安全会议 那也有可能他就是不跟米利见面 就跟这个Austin见面 有可能 那这就让美国会觉得问题更严重 也就是中国大陆 这显示就是说 中国大陆就说 我怎么做 我已经不在乎你怎么想 你怎么做呢 我也不在乎了 反正大家就各走各的路了 这个不在乎是最可怕的 不在乎是最可怕的 不够用最可怕 最可怕 我就不在乎啊 我要怎么做 我干嘛要跟你商量呢 对不对 你怎么做 跟你商量也没用啊 对也没用 你还会黑我 对啊 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 有什么好商量的 所以现在这个 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阶段 可能就用这个方式 来给美国人一种警告 这是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们这个愚去愚求惯了 美国人要见谁 不要说明着讲 对不对 暗示一下人家都跑 小跑步都跑过去了 对 相迎喜悦 对 相迎喜悦啊 还要还要还要准备唱歌啊 讲英文啊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现在就是 就是铁了心了 我觉得 而且是一个战略上的考虑 而且是全盘性的 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一定会在 相隔离他见面了 那当然米利讲那个话 这是对以一个军人的身份 告诉美国这些政客 说你们这些政治操作 如果说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推成一个军事联盟的话 那这个战争我打不赢了 你们最好不要让造成这个情况 因为现在都知道 现在这个就跟上一世纪的这个 80年代 70年代 70年代 那个时候 冷战到最后期的时候 最后就三角关系啊 最后因为中国跟这个美国结盟联手 最后导致了这个苏联的瓦解嘛 那现在这个21世纪新冷战 看起来又是三强鼎立啊 从军事角度 你说这个中俄虽然没有结盟 但是关系胜结盟 胜过结盟 而且双方都有很多保证 尤其跟我们有关的 那么普丁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上 基本上是力挺 就是说习近平讲的 台湾是中国的这个不可分割一个体力 俄罗斯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呢 在将来的台海问题上 事实上俄罗斯是不是会跟中国大陆 完全站在同一战线 这可能性非常高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双方的这个军事合作 已经有强大的针对性 目前是我看最主要是针对的 还是这个日本 因为联合军事演习 基本上是绕日本一圈 然后都在日本的这个海的中间 还没有一起把这个 舰队开到关岛 一起把舰队开到这个夏威夷 那去年俄罗斯的这个 太平洋舰队的演习 已经靠近夏威夷 也是差不多500海里左右了 那可是没有看到 中俄的联合眷点 所以现在看起来双方的合作 是针对美国的盟邦 尤其是针对日本 那如果下一步 下一步还有共同的巡演 是针对北太平洋的 比如说如果说是阿拉斯加 或者说第三岛链的这个 夏威夷或者第二岛链的关岛的话 那这个Mili就很难睡得着觉 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慢慢会演进的 可是我觉得Mili他们这个 代表美国军方的话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从事外交跟战略的 尤其是安全的战略 都是一些政客在决定 那政客如果说真的 他如果让二中军事联盟的话 那美国这个军队仗也不必打 仗也不必打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现在在快速的变化 这个局势是不是真的很糟糕 因为我们看在中美部分 布林肯要去北京现在也被拒绝 所以这个外交上不沟通 这个军事上也不对接 所以您觉得呢 这个会不会有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 因为是这样 我觉得擦枪走火可能越少 因为美国会越警惕 美国人是 美国人是 美国第一个美国人的命很值钱的 第二个美国人什么都是好 这个好预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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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想的是很周全的 他也只是要设护栏嘛 他也没有解决问题 他没有解决问题 只是要设护栏 避免擦枪走火 他是避免擦枪走火 但是现在我就不让你 知不知道会不会擦枪走火 现在中国大陆就是说 跟你讲没用啊 而且中国大陆讲说 我跟你搞这些 搞这些 这些低层次有什么用呢 我讲的是 我讲的是台海的问题啊 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 你的政治人物为什么一直跑 往台湾跑呢 你现在又跑了25个军火商 对不对 你又这些 这些 对中国大陆来讲就是 美方在掏空一工政策 这所有作为 然后还有就是这些武器的 武器的销售 不停的刺激嘛 包括北约东扩也都是啊 对 所以中国大陆认为 可能他已经过了一个门槛 就变成说多谈无意了 那么我就多做了 我就实际做了 比如说像这个 香格里亚会开之前 前两天 中国大陆跟新加坡的海军在 就在马六甲海峡 就直接军演了 那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海峡附近的这些 包括东岸 包括台湾东岸 这种所谓的常态性的战备警循 它也变成一个常态性的实践 所以他现在行动都改变了 那说在抗议美国的做法上 现在他基本上就说 你做了我就抗议 可是双方也不接触 那你实际在看 中国大陆的实际作为呢 也跟过去很不一样 那现在能够开两次 去年12月跟今年的4月 连续两度 中国大陆现在就是两艘 在实际运作的两艘航母 都已经直接开到关岛 附近的500海里了 那另外的话 就是军事武器 不断的新的军事武器要拿出来 那展现实力 所以我就要问介大使一个问题 说到底大陆都认为 没有台湾问题 只有美国问题 只有中美问题